1945年8月6日,黎明不仅带来了新的一天,也带来了人类从未见过的残酷现实。 这一天,小男孩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给战争实测写下了可怕的一页,而这还不是结束。 三天后,长期遭遇了同样的原子弹噩梦。 绰号胖子的原子弹被Irona盖伊B-29轰炸机投下飞行员是保罗蒂·贝茨上下。 这架飞机携带的武器威力巨大,几秒钟内就一平焚毁了整个城市,将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变成了一片废墟。 批准投弹的总统哈利亚斯·杜鲁们称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事情。 然而爆炸中心的景象远非伟大,那些身处爆炸范围的人们发生了什么? 原子弹的热浪瞬间粉碎了一切男女老幼当场灰飞烟灭,恐怖并没有随着爆炸结束。 被称为原子弹之父的罗伯特·阿伯海默曾冷酷地引诱《国家梵歌》中的诗句《我现在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但我们能真正理解这些话语背后的沉重吗? 让我们一起探究那些不幸身处爆炸中心的人们所遭受的及时和长期的苦难。 欧洲的心脏燃起了一团火,这是由几位杰出的人物点燃的。 其中波兰科学家玛丽·菊里脱颖而出。 她和丈夫皮埃尔在巴黎一个简陋的实验室里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1898年发现了两种新元素——波和雷。 雷的发现将菊里夫妇的名字永远地与原子时代的曙光联系在一起。 放射性的概念,挑战了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元素是自然界不变基石的信念, 但是玛丽的贡献却伴随着巨大的个人牺牲。 没有人意识到这些元素拥有恐怖的危险。 我想即便玛丽知晓了其中的风险,她依然不会停止。 正如她那句名言,一个人不会注意到已经做了什么, 只能看到还有什么是要做。 此时另一位人物将登上舞台一位理论家, 她的思想为核能和毁灭性的核武器奠定了基础。 1905年,瑞士·博尔尼的一位不起眼的专利审查员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提出了一项颠覆经典物理学基础的理论,狭义相对论。 爱因斯坦的研究最终形成了著名的方程式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 这个看似简单的公式揭示了微量的物质理论上可以转化为巨大的能量。 爱因斯坦本质上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后来对此他深感悔恨。 他曾警告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将用什么武器作战, 但第四次世界大战肯定用的是棍棒和石头。 接着科学家们仿佛发现了一个新大陆般一头扎进了原子领域。 1911年,欧内斯特·卢瑟夫在英国剑桥著名的卡文迪史实施时进行了著名的金箔实验。 于是,人类了解了原子的结构,这为理解和反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这个时期,另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尼尔斯·布尔玉,1913年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原子模型, 一个经常被描绘成微型太阳系的模型,其中电子在特定的能极上绕着原子核运行。 这一理论使后来的科学家能够理解和反应是如何引起这些电子在能极间的跃迁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自此舞台搭建完毕,讽刺的是这些先驱们无意中为原子弹铺平了道路,这是一种人类无法想象的武器。 在欧洲,随着纳粹党在德国经济和社会动荡中崛起,一场危险的赌博,原子武器的开发拉开了帷幕。 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让德国备受屈辱,沉重的赔款和丧失的民族自尊,让这个国家苦不堪念。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承诺恢复德国荣耀和力量的魅力领袖出现了,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你也可以称他不如意的中二画家的自我拯救。 当一个经常动手的人开始动嘴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危险即将来临。 他那炙热的言辞和煽动性的魅力,激起了德国人民的民族热情,并将国家的问题归咎于某个替罪羊。 1933年臭名昭著的国会大厦火灾进一步巩固了纳粹党的权力。 这是一个转折点,让德国坚定地走上了极权统治的道路,直至1934年。 当希特勒完全掌控德国后,自封为元首。 与此同时,大西洋彼岸的西方盟国逐渐意识到这个威胁急剧上升。 1938年底,奥托哈恩和弗里茨·施特拉斯曼在柏林发现了核裂变纳粹政权的威胁,因此升级到一个令人恐怖的新高度。 1939年8月2日,两位天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利奥·希拉德写信给罗斯福总统警告这种新型超级武器的恐怖威力。 罗斯福二话不说,立即启动了绝密的曼哈顿计划,想抢在德国之前研制出原子弹。 当时的欧洲地缘政治形势紧张,如同一个危机四伏的棋盘,各国命运息息相关,整个人类危在旦夕。 在德国一位天才物理学家海森堡领导着代号伪游俱乐部的原子弹计划,讽刺的是海森堡曾是波尔的学生,而波尔现在正在盟军研制原子弹,战争彻底改变了科学界。 不过德国的原子弹计划最终没能实现,或许是海森堡意识到如果纳粹拥有了原子弹,那后果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所以故意拖延了项目的进度。 当然事实是怎样,如今无从得知。 1941年海森堡在哥本哈根和他的导师波尔进行了一次秘密会面,这次谈话让波尔误以为德国离成功不远了。 1941年12月6日,总统罗斯福正式批准了曼哈顿计划,领导这个秘密行动的是格鲁夫斯将军他以其坚韧不拔的性格而闻名。 项目最终雇佣了超过13万人,耗资近2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约230亿美元。 曼哈顿计划的核心聚集了全球最顶尖的科学人才。 在众多杰出人物中,有一个名字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奥本海默和物理领域的顶级大佬,被选中领导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 曼哈顿计划遍布多个地点,每一个都是绝对秘密。 洛斯阿拉莫斯汉福德和像树林的实验室日夜不停地运转, 奥本海默组建了一支由那个时代最聪明科学头脑组成的团队。 其中包括理查德·费曼一位与无厘头幽默和无限好奇心文明的年轻天才, 以及尼尔斯波尔这位备受尊敬的量子物理学泰斗。 原子弹的原理是引发由235核布、239灵界质量中的核裂边链式反应, 实现这一链式反应并同时将其控制足够长的时间以产生强大的爆炸。 今晚工作压力如此巨大,这些科学家之间还是产生了深厚的友谊, 时不时还会出现轻松的时刻。 费曼一直喜欢恶作剧,比如破解装有绝密文件的保险柜, 然后留下纸条证明安全措施的漏洞, 这让神经紧绷的伙伴们得到了短暂的放松机会。 终于在1945年7月16日, 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哥多沙漠迎来成果, 首次原子弹爆炸的耀眼光芒照亮了黎明前的事件。 奥本海默抿着嘴,看着那刺目的光芒只留下一句, 我已成为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虽然他早已预料原子弹的恐怖当真正亲眼所见时才知道, 想象终究是想象,洛斯阿拉莫斯坐落于新墨西哥州的一座 偏远高原上是曼哈顿计划的核心, 1943年他以Y计划的代号成立, 人们亲切地称它为山丘, 这里聚集了世界上最顶尖的智慧, 对于洛斯阿拉莫斯的居民来说, 即使再频繁的家庭也将变得不频繁。 这里也是科学家李查德·费曼和他的妻子艾琳的家, 在这样一个审查严格电话有限的地方, 简单的乐趣,比如去当地电影院, 看一场电影,打一场网球或野餐成为了他们紧张工作之余的宝贵放松。 即使阿灵患上了晚期费结和费曼依旧没有抛弃妻子, 还有被称为原子能之父的恩里科·费米。 费米的非凡之处在于, 他仅凭观察掉落的纸蟹的运动就能准确估算出原子弹的威力, 这充分证明了他对物理学的理解。 尼古拉斯和妻子玛丽也在这里相遇, 洛斯阿拉莫斯也是孩子们成长的地方, 他们生活在秘密之中,就读的学校里, 父母的工作对他们来说是个谜。 就像20世纪40年代的任何一个美国小镇, 只不过有一些关于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的奇怪规定。 尽管工作强度极高, 洛斯阿拉莫斯的居民还是找到了娱乐的时间, 他们成立了剧团,举办音乐会, 甚至出版了一份名为洛斯阿拉莫斯初级读本的讽刺报纸, 为他们高压的生活注入了一丝幽默。 1945年7月16日, 黎明前的黑暗笼罩着新墨西哥州的一片荒漠, 在这里一场将永远改变世界的事件即将发生。 三位一体核试验, 这个地方被生动地称为死亡之旅原子时代, 正是从这里拉开了帷幕。 站在这个史诗级科学突破前沿的, 是奥本海默, 这位神秘而才华横溢的物理学家。 奥本海默将这次试验命名为三位一体灵感源自约翰·登恩的圣诗击碎我的心, 三位一体的上帝。 随着测试倒计时的开始, 空气中弥漫着期待和不确定, 这是未知领域, 赌注极高, 风险同样巨大。 当倒计时归零时, 新墨西哥州的沙漠瞬间被前所未有的光芒照亮, 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彻整个大地, 一个不断膨胀的火球升上了黎明显的天空。 三位一体核试验无疑是成功的, 但它也伴随着对释放出的破坏力量的可怕认识。 物理学家伊西多拉比将爆炸描述为 很能想象到的最接近世界末日的东西, 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场景。 这种恐惧笼罩着当天现场的每一个人, 爆炸产生了高温导致沙漠, 沙子融合成一种绿色的玻璃状物质, 后来被称为三态玻璃。 多年后, 好奇的旁观者和科学家们会收集这种放射性残留物, 作为对那一天的可怕回忆的有型纪念品。 这次首次引爆的意外目击者是一个贫穷的当地家庭, 加拉哥斯一家住在距离测试地点 大约20英里的一个小型土壁房里。 爆炸的恐怖景象, 惊醒了他们, 震动了他们的家, 并打碎了他们的窗户。 对他们来说, 这是一件无法解释的事件, 是对他们简朴生活的可怕入侵, 随后政府特攻涌入他们的家, 向他们保证一切正常, 当时清理了他们家中的放射性灰尘, 同时也引发了核军被禁赛, 为冷战,拉开了序幕。 1945年夏天, 从7月17日到8月2日, 德国波茨坦的塞西林霍夫公成为世界历史轨迹的关键轴心。 美国总统杜鲁门, 英国首相丘吉尔, 后来由克莱门特·爱德里取代, 和苏联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齐聚一堂, 举行了一次会议, 其影响将持续击待人。 波茨坦会议也将决定日本两个城市广岛和长崎的命运。 这是曼哈顿计划劳动的成果。 杜鲁门在会议期间被告知了三位议题和试验的成功, 拥有了一个强大的谈判筹码。 会议平静的外表掩盖了正在考虑的灾难性选择, 因为责任将伴随其一生。 由格洛夫斯将军和奥本海默领导的目标委员会制定了目标标准, 这些城市必须具有军事重要性, 并且人口密集以展示炸弹的毁灭性威力。 他们选择了四个城市, 广岛、小仓、新鲜和长崎, 拥有35万人口和重要军事设施的繁华城市, 广岛毫无疑问是第一目标, 其次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和工业中心人口为27万人的长期。 这些城市紧密的城市布局和周围的丘陵 会让原子弹的破坏威力达到最大程度。 有一个议事说, 日本的古都京都最初在名单上, 但由于战争部长亨利史厅生的个人干预而被删除。 他曾在蜜月期间访问过京都对这座城市怀有感情, 因此将其从原子弹的毁灭中拯救出来。 1945年7月26日发布的波茨坦公告, 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缉无条件投降或面临彻底的毁灭。 当时的日本首相林路冠太郎丝毫不以为意, 认为只是虚张声势。 在塞西林霍夫公的花园里, 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三人在东拉西扯中间接透露了核武器的存在。 这位著名的苏联领导人不可珠摸地点了, 点头掩饰了他早已知道曼哈顿计划的事实, 这要感谢他,那强大的间谍网络。 像希腊神话中的泰坦普罗米修斯赐予人类火种一样, 小男孩和胖子诞生了, 这不起眼的名称掩盖了他们可怕的真实面目。 小男孩纤细细长七成明亮的银色, 让人联想到一架空气动力学飞机, 在物理学家弗朗西斯伯奇的指导下成型, 稀有同位素有, 23050起力量的关键。 当时还涉及到Kennas西州橡树岭K25工厂的气体扩散过程, 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一颗油的能量相当于2000多吨TNT炸药, 武器的设计表面上简单的令人惊讶, 一种常规炸药将压临界状态的油235推进到更大的油目标中, 这种配置被称为枪式设计, 碰撞产生的超临界质量, 引发链式反应, 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洛西拉拉莫斯实验室的另一个团队正在研究一种完全不同的设计, 胖子名副其实就是一种圆滚滚的武器, 看起来像个邪恶的超大橄榄球油和反应对制造的人造元素布239驱动, 它的设计比小男孩复杂得多, 不合性被常规炸药外壳包围, 这些炸药同时爆炸将布压缩成超临界状态引发链式反应, 这种复杂的设计被称为内爆式设计, 需要更多的测试和改进, 才能确保设计正确运行。 1945年7月16日进行的三位一体核试验, 成功引爆了小工具, 这其实是胖子的原型。 事实上这两颗原子弹并没有完全释放出本身所携带的核材料的全部能量, 差异之大你可能想象不到的多夸张。 小男孩使用了大约64公斤的油, 但只有不到一公斤发生了裂变, 只有0.6克转化为能量。 另一方面, 胖子大约有6.2公斤的布, 但实际的位力来自仅有一公斤的裂变, 其中只有一克转化为能量。 人们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同时追求两种截然不同的设计答案在于不确定性领域, 由235稀缺负极耗时期昂贵, 不239虽然更容易生产, 但由于其较高的自发裂变率, 也存在技术挑战。 这就叫别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总得有个备用计划, 1945年8月6日将永远刻在人类的集体记忆中。 这一天, 繁华的城市广岛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 见证了人类创新带来的原始破坏力。 这一天不可逆转地将时间分割成之前和之后两个世界,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 第一颗原子弹向男孩被B-29轰炸机艾诺拉盖一一投下, 这架轰炸机以其飞行员保罗蒂贝茨上下的母亲命名。 广岛这座从未被轰炸过的城市, 其频繁的生活节奏即将被打破。 上午7点9分的空袭警报是个假警报。 解除警报后, 城市恢复了日常活动。 精确到8点15分, 新的一天被一道比太阳还耀眼的光芒抹去, 平静的早晨变成了震耳欲聋的轰鸣。 城市被一个沸腾的蘑菇云吞噬, 直冲9英里高空。 在爆炸中心热度达到数百万度, 瞬间蒸发了方圆1英里内的一切。 建筑物, 桥梁, 树木, 人和万物瞬间消失, 甚至花岗岩在灼热的高温下都融化成液体。 刚才还充满生机的城市, 现在变成了寂静的毁灭场景。 副驾驶罗伯特·刘伊斯在飞行日之中 记录下了这超现实的景象, 写道, 我的天,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 他无法相信这个小小的东西, 竟蕴含着无比恐怖的能量, 就像太阳坠落人间无情地吞噬的一切。 爆炸过后, 那些幸免于最初冲击的人们 发现自己自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幸存者, 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原爆受害者的人们。 茫然地穿行在一片废墟之中, 许多人的身上都受到了可怕的伤害。 从他们的描述中, 我们可以想到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 皮肤像丝带一样挂在身上, 人们变成了行走的影子, 让人们切身感受到和恐怖的残酷现实。 大约7万到8万人, 即广岛人口的约30%当场死亡, 最终的死亡人数估计约为13.5万人, 数万人遭受辐射病和长期辐射影响。 事实上, 原子弹的阴影远远超出了爆炸当天 在城市蔚而投下了一片长长的黑暗。 命运的奇特转折, 一座现在被称为原子弹原顶的建筑, 在爆炸中心附近倾存下来。 它的骨架状轮廓在天空下形成一个鲜明的剪影, 作为对那个命运制成的无声见证, 如今已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和平的象征, 提醒人们核武器的可怕威力。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叫山口江的人, 他在广岛幸存下来之后返回家乡长期, 却刚好遇到了第二次轰炸, 而奇迹班地他最终还幸存了下来, 不得不说这是好运还是没运。 后来山口江一直为反对核扩散四处蹦波, 2010年因胃癌失事, 享年93岁, 带着一种不安的似曾相识感。 世界在1945年8月9日见证了末日景象的重演, 仅比广岛晚三天。 最初的攻击目标是小舱, 但云层和烟雾掩盖了这座城市, 这个不幸的荣誉最后落在了长崎身上。 当地居民毫不知情, 胖子一种比小男孩更强大的布团, B29轰炸机伯克斯卡尤查尔斯斯维尼少校驾驶, 在长崎上空轰鸣。 这座城市坐落在群山之间, 被一条山谷分割开来, 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 胖子坠落天空裂开, 在距地面500米的高度爆炸, 眨眼间三分之一的长崎被夷为平地, 取而代之的是一朵令人毛骨悚然的蘑菇云。 虽然由于城市地形的缘故, 破坏程度略低于广岛, 但其残酷程度丝毫不浅, 估计有4万人当场死亡, 最终死亡人数上升到7万人以上。 长崎是一个造船和战争工业城市, 也是日本最大的基督教人口聚集地。 普上天主堂当时是东方最大的天主教堂, 被夷为平地留下了一片交土和伤痕累累的社区, 内科医生永景博士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和放射科医生, 在轰炸中幸存下来, 但他也暴露在致命的辐射剂量下, 患上了白血病, 身体状况不断恶化, 永景医生仍不屑地救治幸存者。 不过轰炸并没有压抑这座城市的基督教精神, 反而可能增强了他。 普上天主堂的遗迹最终得以重建成为重生和韧性的象征。 作为过去残酷的提醒, 重建的大教堂也代表着希望、宽恕和人类精神的力量。 多年后,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长期的原子弹公园发表了一篇感人的和平宣言《遗失和解》, 他宣称记住广岛就是震撼核战争, 记住广岛就是致力于和平事业。 他的话语回应了这座城市无声的呼唤, 呼吁一个没有原子毁灭威胁的世界。 在核灾难的废墟中出现了一群独特的人, 原爆幸存者, 他们亲身经历了广岛和长期炽热毁灭中的生存故事, 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刻下了难以想象的悲剧。 以左左目真子的故事为例, 他是一个两岁的孩子在小男孩原子弹投下时, 距离广岛爆炸中心只有一英里多一点。 尽管被爆炸从房子里扔了出来, 他却奇迹般地幸存下来没有明显受伤。 然而十年后他患上了白血病, 这是原子弹辐射的后遗症,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左左目开始折纸鹤, 受到日本传说的启发, 承诺为折一千只纸鹤的人实现一个愿望。 他希望自己能康复并祈祷世界没有核武器。 遗憾的是, 他没能完成自己的目标于1955年去世, 然而他的同学们帮他完成了任务。 他的故事引发了一场全球和平运动, 如今广岛的和平祈愿像真纪念着他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数千只纸鹤献给他, 祈求和平。 同样, 骨口冷夜是长期的一名16岁游地员, 在胖子释放怒火时, 他正在距离爆炸中心三公里的地方送邮件。 尽管背部和左臂严重烧伤, 但他依然顽强地活了下来, 不过随后就卧床不起, 虽然伤口愈合了, 但疤痕组织也是行动困难, 让他再也无法过上正常生活。 然而他利用自己的精力推动变革, 成为了一名杰出的裁军活动家。 直到2017年去世, 在广岛四个孩子的母亲在家中被巨大的爆炸吞噬。 他和他孩子们在最初的爆炸中幸存下来, 但在之后他目睹了一场恐怖的幸存者游行, 人们衣衫霸在身上的皮肤像破布一样, 无声地穿梭在废墟中。 他开始拼命寻找丈夫, 却不知道他已经在爆炸中丧生。 他在随后的几年里写了一本日记, 记录了他的家庭在失去亲人的悲痛和辐射病阴影下, 重建生活的挣扎。 这些幸存者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强烈的视角, 让我们了解到原子弹爆炸后人们的情感世界, 并深刻认识到这场战争给人类造成的巨大损失。 他们的故事虽然非常个人化, 但却时刻提醒着我们那场毁灭性灾难的整体画面。 他们将自己的痛苦经历转化为倡导的工具, 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反对和扩散。 直到今天, 他们仍然是毁灭的活生生的提醒, 他们的故事回想着他们强烈的愿望, 不要再有小男孩, 不要再有胖子。 原子弹爆炸的巨响过后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 广岛和长期见证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灾后景象, 这种新型武器的恐怖影响, 不仅体现在曾经繁华的城市, 如今只剩下残骸, 更深刻地烙印在幸存者们伤痕累累的身体和心灵深处。 原子弹的爆炸不仅带来了毁灭性的及时伤害, 还留下了长期而恶毒的后果, 给身体和心灵造成了难以磨灭的伤痕。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无声的灾后世界, 面对残酷的原子时代现实。 想象一下1945年8月6日的广岛城市迎来了新的一天, 市民们完全不知道即将降临的毁灭性命运, 突然一道耀眼的光芒闪过, 紧接着是一股毁灭性的冲击波。 小男孩这颗油原子弹的破坏力极其强大, 瞬间将靠近暴星的所有人化为乌有, 这种直接的湮灭令人不寒而栗, 充分展示了这种新型武器的恐怖威力。 对于离暴星较远的人来说情况有所不同, 但同样恐怖, 强烈的爆炸, 热浪导致他们身上出现了严重的烧伤。 幸存下来的受害者被描述为鬼魂般的游行队伍, 是一群痛苦呻吟的人, 伤者面目全非, 严重烧伤和创伤掩盖了他们的身份。 然而, 原子弹真正的恐怖不仅在于瞬间的破坏, 还在于其持续的影响。 幸存者, 即被抱着, 将终身背负着这种无声灾难的伤痕。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开始出现神秘的疾病, 这是辐射病的最初迹象。 辐射渗透到他们的身体, 破坏了细胞的复杂运作。 辐射病的异常症状, 包括恶心疲劳脱发和出血, 增加了新的痛苦层面。 此外, 幸存者患癌的风险急剧上升, 特别是白血病病例明显增加。 最早的病例出现在1946年, 标志着辐射诱发恶心肿瘤的悲惨激增的开始。 原子弹的破坏力也损害了被抱着的基因蓝图, 导致染色体异常和潜在的遗传效应。 虽然对幸存者生下畸形后代的原子诅咒的恐惧十分普遍, 但辐射效应研究基金会的全面研究, 没有发现幸存者后代出身缺陷或基因异常。 然而潜在基因伤害的心理负担仍然是许多幸存者沉重的现实。 1945年8月, 广岛和长期的毁灭并没有随着爆炸声的消逝而结束, 而是标志着一个显恶后果的开始。 这个后果缓慢展开, 在几十年间投下长长的阴影, 最终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和我们与原子的关系。 覆盖城市的原子尘埃中隐藏着一个看不见的怪物辐射, 它无形却阴险渗透到土地水植物和动物中, 导致了生态灾难。 死亡和垂死的树木无声地证明了辐射的可怕威力, 对野生动物的残留影响深远而持久, 一些物种会从当地生态系统中消失, 一些物种则表现出形态变化。 广岛和长期的悲惨历史不仅影响了直接的受害者, 还波及到更广泛的世界,这些城市所见证的恐怖成为 全球关于核武器权力和裁军的讨论的起点。 1946年,美国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伯纳的巴鲁克发表声明, 我们在这里要做出一个选择是速战速决还是慢性死亡。 这一表态,凸显了世界在被原子能控制之前, 迫切需要控制原子能的现实。 1947年,原子科学家公报创立了末日时钟, 这是一种象征性的全球灾难倒计时。 同时,原子的可怕力量为利用其能量进行和平目的, 提供了诱人的可能性。 1946年的原子能法案在美国成立了原子能委员会标志着核能产业的诞生。 广岛和长期的影响仍在塑造全球政治和冲突, 成为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强烈威慑。 例如,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 肯尼迪总统引用了日本所见证的毁灭性力量作为一个警示故事, 以避免全球核战争。 例如,在每年的8月6日广岛市举行和平纪念仪式, 纪念1945年该市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周年。 幸存者、亲属和公众聚集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的纪念碑前, 向受害者致以敬意并祈祷世界和平。 广岛市长还坚定地下进行核试验的任何国家发出抗议信, 作为日本倡导无核世界的名证。 从科学家的设计桌,到广岛和长崎的毁灭街道, 这些日子永远改变了人类的历程, 见证了一个巨大力量的诞生, 它震撼了整个世界,引领我们进入了核时代。 尽管现代的广岛和长崎已经繁忙而充满生机, 但过去的阴影仍在这些城市中萦绕。 在我们结束这一篇章之际, 让我们铭记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话, 为了成为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在我们爱上未来的过程中, 不要忘记广岛和长崎的阴影。 它们不仅仅是历史中的角柱, 更是我们保护生命促进和平, 防范技术弊端的警示。 过去是我们的教训, 现在是我们的礼物, 未来需要我们守护。 kita一起攻 Hugh Lake, 我们舍会被警认owane跟羊涯羽匠, 我需要去看台 ink师anner。 红外舞似的店航中,